可不可以推廣客家文化 來舉辦客家小炒的全國爭霸賽 昨天中區的初賽登場了 由來自中章頭苗30組的店家 一起來參見 最後是有把這個傳統融入 創意食材的台中 御賺珍品拿下了冠軍 不過在活動當中 卻出現了小插曲 因為現場同時開放民眾 試吃來當評審 大鍋快手翻炒 鍋內甘魷魚 五花肉 豆干 再添入佐料 傳統客家小炒炒出新風味 客委會推廣客家文化 舉辦客家小炒全國爭霸賽 十一號中區初賽登場 來自中章頭苗30組店家參戰 拿出絕活比拼手藝 最後由將傳統結合創意的 台中御賺珍品拿下中區冠軍 用米手捲跟我們一般的蝦鬆 這種概念去把它結合 讓它形成一個乾爽 客家小炒的這些元素 都把它結合到這個米手捲 跟一口吃進去 不過活動中也出現小插曲 慢慢來就好了 來 我們不要推 現場同時開放民眾試吃 當評審 但卻有排隊民眾控訴 十點半起分批領取試吃卷 卻得等到中午十二點五十分 才能進場試吃 加上天氣高溫濕熱 不少長輩排太久餓昏頭 最後乾脆不等了 引發民怨 排隊插曲也讓客家小炒爭霸賽意外惹意 在彭光許苗的報導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